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囚徒的排位赛视频 这一把曲选我选择了鬼屋 开局下了加速板 然后就准备上二楼等着遛鬼 但是迟迟没有心跳 在确认一下左上角的蛇标之后 我们可以得知这一把对手是女巫 并且女巫已经要过来追我了 所以这边鬼屋是不能待的 然后起点站的过餐车也不能坐 因为容易被他掉双信徒打震慑嘛 所以当时选择的是拉点 但是呢最开始遛鬼的时候 转点思路不是很清晰 走到了一个很破的地方 只是捡了一个皮 但是这边就已经被放狗 然后原生拿了一刀 开局这个节奏其实是很亏的 因为残血的话还要面临两个信徒包夹 不太好遛 但屠夫给了一个失误 那就是在仁皇桥这边扔第二只狗 正好前锋在旁边 然后他给了一点压力 但是当时他选择快乐 所以白给一刀 本来狗子已经逼掉了 很可惜 那这边的话 我们还得再拖更多的时间 给队友补状态 这里停一下寄生 然后往外面转 原生过来不用慌 我们手里有壳 然后顶掉这一刀 就可以进两半一窗了 那这边的话 屠夫又得重新掉信徒过来包夹 不然的话不太好追 毕竟单信徒追我们 我们手里有电球是可以溜的 这里到了红木马的三板 然后跟他进行一下博弈 骗他控一下信徒什么的 然后我们悄悄溜走 这里单信徒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交电进板子 那这一波他就没有包夹成功 又得等下一波了 身后双信徒跟着 又回到了帐篷 这边还剩一块板子 距离足够 可以下板 然后蹭弹射加速 往狮子龙转 但是呢 屠夫他终于是不耐烦了 所以选择底牌切闪现 直接将我击倒 挂在了教授第二台遗产机上 前锋这里救援还挺稳的 提前过来 并且卡在了一个没有被发现的位置 然后准备出来救人 这里也是博弈道 并且无伤救了 之后的话 我们要注意屠夫打针对 这里假装翻板 把他的闪现给骗了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赶紧往石木马那边拉点 因为自己的寄生在遗产机上 我得尽快的拉远一点 让寄生超距过来 这样电机就解放 可以让队友去补了 这边原生跟在身后 慢慢靠近了 但不要慌 确认屠夫出刀之后 我们再交电 然后蹭一个板弹加速 继续去转点 这边还是一个单信徒 所以牵制起来不是非常困难 而且寄生也正在往这边拉了 这里原生突然就回头了 证明他超距了 也可以判断出来 蛇身还在狮子龙那边 那我直接就往鬼屋转 拉对角线距离 这个时候场上的电机都非常多了 屠夫就不得不去控信徒管电机 所以呢 他暂时是没有办法去处理我了 只有一个寄生跟过来 还有前锋的寄生 但问题不大 前锋这里的话 身上也没有圈 很可惜 那只能先互摸 但是呢 我的寄生又超距跟过来了 那看样子也是摸不成了 只能先是说去鬼板 找个板子卡一下了 两个寄生信徒追到了鬼屋板区 然后遗产机上是一个原生信徒在守着 这边前锋的寄生在追我 我的寄生在追前锋 那我这边的话也就不凑着闹了 看着前锋自己被双打 然后我就悄悄溜走了 因为这个地方前锋倒了 也挂不了遗产机 所以上挂是问题不大的 并且他上挂会比我上挂好一点 毕竟他是一个新屁股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赶紧去找一个环 给自己自驱 因为仁皇桥的电机被守住了 是修不了的 那这边把信徒去掉之后 我们直接在起点站这里新开 这里尝试利用电路传输去偷遗产机 但是失败了 不过好在队友给的压力足够 所以我们第二台起的机制也是能压好的 终于迎来了四人开门站 开门站前期的话没我的事 都是队友在跟屠夫打拉扯 所以我们通过后期剪辑 直接快进到我出场的时候吧 这里的话因为事先给终点站的门传过 所以我们赶紧把门给开掉 然后屠夫在追哭丑 前锋趁其不备 一个拉球撞晕椅子旁边的信徒 然后将教授救下 这边的话一道战结束了嘛 也是想帮他扛一下刀 但是呢屠夫事先打到了针对 那这里我们不着急 先拉远 因为现在还是一个单信徒 屠夫要是敢签的话 我是可以交电扛刀的 他肯定不会这么做 那他这边选择先把人赶走 我也是尽量离远一点 因为教授是带了爬行加速的 而且爬的离门也很近了 那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思路 拖他爬出门的时间 这边单信徒不敢贸然牵人 本体必须回来补寄生 那我们利用这一点直接跟过去 选择卡时间交电 不让他挂人 然后再按头反应躲到 那么这一局的试跑 就被我轻松拿下啦 再见 再见 再见